这个视频你看完一定要收藏起来 你一定用得上 被冷暴力或者是冷战伤害过的人 我想一定有屏幕型的你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我说句老实话 我本人是非常讨厌对方用冷战冷暴力来处理问题的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一个女神 第一次会尽力的去哄 当她情绪缓和后 我会非常严肃的告诉她 我对冷战是零容忍的 有什么时候可以沟通吵架 什么的都行 就是不要冷战 因为冷战的开启 你就是在告诉我 你根本不在乎这种对我的精神伤害 那既然你因为一件小事就能开启一段冷暴力 那跟我随便说说一句话 你就抽我一大嘴巴的有什么区别 可能是我的态度很强异 这个女神表示能够接受沟通的方式解决问题 稍微傻傻娇就过去了 但是你要知道 肯定是改不了的嘛 下一次又会因为一个小事开启冷战 我尝试沟通吴国后 就积极的去寻找新欢了 当她冷静了一段时间 发现我并没有按照她的预期去找她的时候 就给我发消息说想谈一谈 我就回了一句 既然你不太愿意跟我沟通 一点七毛蒜皮的小事都需要动用冷暴力 我就积极的找了一个愿意跟我沟通的女神 而且还挺温柔的 咱们还是接着冷淡吧 说完就把她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了 我相信她一定比我痛苦百倍 我当时确实是爽了 扬眉吐气的感觉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我遇到过的女神大多数都是这样 但凡你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她一定会用这种冷暴力的方式来去证明自己的地位 我相信你们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没有遇到过的 所以我今天是来给你们讲解决方法的男女通用 想要解决冷暴力 我们首先要了解对方为什么会使用冷暴力 因为她生气总能在你这里获得良好的反馈 换而言之她是为了被你哄 所以才生气的 听起来是不是很诡异 你们以为情绪是结果 其实很多时候情绪是手段 当生气和捉闹已经变成日常沟通的时候 它就不再是结果而是一种手段 捉闹是为了能够获得你的低姿态 你的柔声细语 然后她从中获得了被爱的感觉和能量 她已经对此上瘾了 你明白你为什么越妥协越冷战了吗 修正方式是更改反馈模式 让她知道生气和捉闹是无法获得正确的结果的 她因为锁事发脾气的时候 你不要再哄 也不要服气的走开 更不要正面的去扛 你就静静的在那里待着不理就不理 你要知道她生气的手段之所以有用 就是你的惶恐感 你一看到她生气就开始慌乱 想要第一时间哄好来恢复你内心的秩序 但这样她会一直觉得捉闹的方式在你身上有效 第二就是通过沟通的强化 让她学会正确的沟通方式 她生气指责你 冷战你 你就跟她说等你什么时候想说话了 想沟通了 咱们再聊 她问什么意思 你就跟她说 我虽然不知道自己错在了什么地方 你有情绪我可以理解 但我不能接受你用惩罚的方式跟我沟通 如果你平静下来了 咱们就好好聊一聊 如果对方依旧不跟你沟通 那你就继续保持第一种状态 当她觉得自己的冷战不怎么促效之后 她可能会尝试你提出的沟通方式 当她尝试你这种沟通方式后 你一定要及时的给予奖励 让她知道沟通才能快速有效的解决问题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新的规则 让对方知道生气只会气到自己 冷暴力并不能引起我的关注 如果你的方法都用过了 对方还是动不动就冷暴力 请参考我的第一种解决方案 爱哪儿哪儿去 我们谈恋爱是为了开心的 不是为了来跟你打心理战的 谢谢大家 谢谢rah Mind 感谢观看